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物在绘画里面算是比较复杂的 也就是说难度系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不像风景 镜物相对要简单一些 人物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进行了解合体的课程 然后进行了镜物的课程 石膏像的课程之后 然后这节课我们开始进入素描头像的状态 当然这部分课程我们主要还是来去讲头像的部分 当然到后期你比如说头像再往难度大一些 还有半生相也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 包括全生相 这都是一个另外的独立课程 这一部分我们重点来去讲头像的部分 在讲头像之前我们来首先 这节课我们介绍咱们头像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以及大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和思路 在开始讲这个思路之前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前期的我们的几套课程 比如说在头像之前 我们有一个叫石膏像 也是素描 石膏像的课程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有了石膏像的课程之后 我们再来去理解这个头像的时候 就会相对来说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 那头像它是一个就是活人 和这个石膏像它相对是一个比较静态的一个物体 它其实从形体上来说它非常相似 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本质区别的 首先石膏像它是从它的质地来说 它是用石膏做的 它是属于镜物 但是它从形体上来说 它是就是人像的特征 人的特征 所以说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联系非常紧密 包括它的一些结构啊 形体啊 形的东西 它其实和这个头像的这个联系 就非常紧密了 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区别 那区别就在哪里呢 比如说这种一个是动态的 一个是静态的 包括这种质感上的这种区别 石膏它都是一个质感 都是石膏做的 然后头像它有头发脸啊 包括衣服 它是完全是你看不同的这种质感 不同的质感 头发它是毛绒的质感 然后皮肤呢相对软一些 然后到了衣服上又是布的感觉 它其实呢就相对这个石膏像 肯定是要更复杂一些 那石膏像前面呢 我们有这个镜物啊 有塑料镜物 这是我们整体的课程的一个思路啊 也就是说你看我头像之前 在开始头像之前呢 前面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基础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你看我们前面说的石膏像的这个 呃内容啊 它从一个石膏像的这种本身上来说 它和人像的这种特征 它的形体都非常接近 但是镜物呢就不一样了 镜物它和石膏像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镜物呢它也比较多啊 种类也比较繁多啊 各种质感的各种形体的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镜物呢实际上是 我们刚刚入门这个绘画以来 对这个造型也好 对这个颜色也好 还有对这种形体结构也好 就是对这些最基础的一个综合的 这种绘画要素的一个体现啊 一个训练 那有了这些训练之后呢 呃其实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前期训练过这个素面镜物的时候 只要前期训练过素面镜物的时候 那后期我们再画这个石膏像的时候 就会简单啊 就会相对就就容易 它能衔接的非常紧密啊 因为镜物和石膏像它其实也有一个共性啊 刚才说了石膏像它只是从形体上来说具有人的特征啊 但是从这个动态上来说 它还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啊 还是一个静止的物体 所以说他们之间呢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好那镜物从形体上来讲呢 镜物和石膏像它的形体是区别是 它的区别就是说形体上差别很大啊 镜物我们的前面讲过啊 它有偏方一点的这种镜物啊 方体的 然后偏圆形圆一点的这种 偏球体一点的镜物 还有一些这种结构上复杂一点的镜物 但是不管怎么样 镜物的形体啊 这种难度呢 要比石膏像要简单很多 那镜物的这种这个它的来源啊 比如说我们这种化素满镜物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呢 它又从前面的几个体啊 从这个上上面的训练而获得的 所以我们这些课程啊 我们课程呢 这些这些课程的设置当中呢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也就是说从简单到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看头像呢 它相对来说最难 然后下面石膏像 然后再下来镜物 然后再下来是几个体啊 它们之间呢 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 衔接关系啊 就像我们学这个 刚开始学这个认识 认识这个汉字的时候啊 刚开始先学会拼音啊 然后再学会认识这个生字啊 单个的生字 那生字会了之后呢 然后再学会主词 然后再学会造句 最后呢要学会这个作本啊 写作 其实是一个道理 好 我们再把这个这个图呢 给反过来啊 再去说 那几何体呢 就是万事 就这个世界当中呢 就是说 所有物体的一个几何归纳啊 几何归纳 它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几何形体啊 就最简单的几个面啊 比如说正方体 我们知道六个面 那概括 它可以 就是几何体 可以概括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一些物体 都可以 从形体上来说 都可以概括出来 所以说 它是最简练的啊 然后再往上呢 它就是静物啊 就是静物 然后再往上呢 它难度上的石膏啊 石膏上它它这个部分 它还属于静置的 然后再到这个人头像上呢 它就成了动态的了 有动态的 所以说这个 逻辑关系呢 是不能乱 当然我们在这个 考前的这个课程设置里面啊 就很多 这个课程设置上面 它会 就是说前期的这个几何体 简单的 画上三五个是吧 然后直接就开始这个静物 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 但是咱们这个课程里面 相对就是要比较系统 要比较系统 然后整个设计到内容会比较多 比如说几何体 所有的物体啊 十几个都会涉及到 然后 进入里边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衔接单体啊 因为几个体里面 然后再往单体上过渡啊 就是方形的物体 圆形的物体 然后呃 然后这种各种复杂的物体 那这些有了之后 然后再画 单单个物体能画出来的时候 然后再进行组合啊 组合起来 所以说 从从这个几何到单体 再到这个组合进入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 我们首先就获得了认识形体的能力啊 然后能表现出一个单个物体的能力 同时呢 在进入组合当中呢 它又能表现出很多个物体的能力 也就具备了一个控制画面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好 那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啊 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我们再加难度的时候 就是石膏像 那石膏像呢 首先 它是人的特征 就是说它的头型啊 还有它的脸型啊 以及它的这种脖子的形体 包括身体的形体 包括它的动态的关系不一样 它就会有不同的形体之间的组合 也就是说 从形体上来讲的石膏像的难度 它比进入它又升升了一个级别 它难度又大了一些 然后头像上面呢 它从从这个形的这种质感上 包括每个人物的具体的形象特征上面 啊 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逻辑 我们一定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你简单的前面都不画 或者直接去画镜物 你那个镜物就是你画出的那个画面 或者塑造出这个物体的那个质量呢 它是达不到一个一个基本的这种标准 或者是这种的基本的一个要求 或者它画面里面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样的话 对我们这个考试啊 依靠或者对于这种最终的考试它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每一套课程之前呢 它一定是有一个衔接关系啊 我如果一上来之后 我就讲头像啊 这个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头像就会 都是蒙的 因为它前面呢 没有这一环扣一环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话 实际上 实际上它这个底子是空的 底子是空的 你后面再讲很多 它可能能理解那么一点点 但是有一些特别深刻的一些问题呢 我总是理解不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不进步啊 或者是反而画的是越画越会退步啊 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说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在强调什么 强调一个基础的问题 因为本身这个考考前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训练啊 都是一个基础训练 都属于基础训练 你还不到这种创作上面 所以它都属于基础训练 既然是基础训练 我们就对待基础去 一定是非常严格的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啊 我们就现在就 呃 开始去讲这个头像的 这套课程里面 我们基本的一个训练的思路啊 思路和一些方法 包括基本的设置 好 还是从这个素描头像这块入手啊 就比如说 我们有几个方面啊 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从他这个 我从这儿呢 重新再来列一个表啊 好 我可以把它举成两个方面 好 一个呢 是从他这种 形体结构本身 啊 形体结构本身去训练 啊 这就是 这个部分 就是从头像这个 这个 呃 内容呢 去入手 然后研究什么 研究形 研究体 研究结构这种空间 啊 就这么简单 然后内容上呢 我们会分的相对更细啊 内容上会分的更细 怎么样去走呢 比如说内容上 我们首先一个头像部分啊 首先 我可以分为 你看从上往下 我头头发 是吧 这是一个内容吧 一个头像当中 他是不是有头发呢 啊 包括再往下 啊 他有这个面部的时候 他有这个 我可以把它叫做 面部啊 叫做面部 也可以叫脸部 然后还有什么呢 五官 比如说 眼睛鼻子嘴耳朵啊 眉毛 这些 然后还有什么脖子 哎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下来呢 肩膀 是吧 因为 画这个呢 你要画这个头像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画一个头部 可能会涉及到肩膀 涉及到衣服 比如说衣服 这都属于内容啊 甚至呢 我们会个别的会带一些手 啊 还有一些胳膊 这 这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人像的啊 头像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后面考试当中呢 会涉及到 会涉及到这些啊 加个手啊 或者是 呃这样的一些东西 会带上的啊 所以我们头像的课程里面 会把这些都会涉及到 那从这些 从这些内容啊 这些呢 就是我们整个头像课程里面 需要去拆解的啊 把这些部分呢 给它拆解开 来进行训练 那拆解开头发的形啊 头发的这种体牙结构空间 然后包括它的啊 在这再强调一遍啊 形体结构啊 甚至还有什么空间啊 还有吗 还有明暗 这些呢都会涉及到 然后你看分别 头发的形 头发的体 头发的结构 头发的空间 头发的明暗 然后面部的形体 面部的结构 面部的空间 面部的明暗啊 就是就是把这些内容呢 我们会进行拆解啊 拆解开来 逐步的去分析啊 逐步去分析 好那形体结构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会进行 那这个形体结构空间 这些东西 又怎么去 进一步给它拆解 进一步的去训练呢 我们从内而外啊 从内而外 比如说 比如说头骨啊 这些是很重要的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 鸡肉 是吧 你首先 从内而外 我们画这个头像 绝对不是简单的描摹 它这个外部的一个呃 这个现象啊 或者外部的一个表象 我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内部的骨骼 我们有句话说 画皮画肉难画骨 就这个骨头呢 是东西是很难画的 骨头肌肉啊 这会会分别起来啊 分别起来练 那这个部分啊 我现在就是说 列举到的这些部分 它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对这个头像的一个 基本啊 基本的一个 一个训练 这些这些首先是 是需要掌握的 这些呢 首先是需要掌握的 啊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呢 列为最基础的啊 最基础 就是说头像呢 到到这个课程的里边呢 总体来说 也可以分为啊 这个前期呢 这个属于一个 必备的能力啊 这个可以说是必备的 必备的能力 或者说必备的理解啊 都可以 就算这些东西都得理解 都得理解了之后 我们在考试当中 你才能够 有刃有余的去发挥啊 才会到后面啊 才会去训练什么 男的女的 是吧 老的少的啊 这个青年的老年的中年的啊 包括这种 朝左的还是朝右的 所以说 再往后面走 那最终 如果说这些都理解了之后啊 也就是说这些 最最基本的这个头像本身的这些 这些这些内容理解了之后 往后后面的训练呢 就 就相对比较 相对比较简单了啊 他就涉及到了啊 男青年 是吧 我首先分为男的和女的 我先写到男的啊 男的就是 是 青年 中年 包括老年 然后 还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正 然后四分之三 这是角度啊 我们从角度来说正面 四分之三的面 侧面 还有就是大侧面 啊 就不同角度的还训练啊 包括这个女 也是啊 女也会分为青年 然后周年 和老年 然后角度上呢 也会是正面 啊 四分之三 侧面 还有这个大侧面 啊 然后再下来还有比如说 特殊的一种情况 特殊的一些打扮 比如说一些小孩子 是吧 小孩子 当然也小孩也有男女 是吧 还有一些这种 特殊的穿戴啊 比如说一些 带帽子的 带帽子的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绑头发啊 就是说他对你这个画面 有一个特殊要求的 就对这种模特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这样的画面 然后 比如说就是 我可以把它叫做一个 就是特殊的啊 特特殊的一个 要求的 这种这种 这种人物啊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 素描头像的一个基本的 框架啊 基本的框架 就是说 在前期 你看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网上看到的 或者是在 其他我们理解到 这个 考试当中呢 他肯定考的就是这些内容啊 然后就是练啊 一直练周年到 这个老年 然后男的女的就是练了很多 但是呢 很多同学会出现什么 出现前面的这些内容 他理解的不够扎实 比如说形体的东西 他理解的不透彻 尤其是这种头骨肌肉啊 形体结构 空间 包括明暗啊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个明暗 因为明暗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表现这个 形体空间结构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这套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 或者说呃 很多这个呃 考考试时候啊 为了就是说 快速的去应试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省略的啊 简单讲一下 或者是训练的不够透彻啊 犯话呢 做的很多 呃但是 同学们看了之后 他不太明白 为什么 他虽然说他自己呢 没有去彻底的消消化的时候 只是从表面去模仿 所以到后期 他是进步的话 他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在强调什么 我们这套课程里面会强调啊 这个形体的理解啊 体的理解形的理解 然后结构的理解 空间明暗啊 都是拿这个头骨来讲形体啊 结构空间明暗 然后拿肌肉来讲形体结构空间明暗 然后从头发来出发啊 从五官脖子肩膀衣服 从这些各个拆解上来去出发 理解这个形体结构空间明暗啊 就就讲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都讲了之后 都理解了之后 那剩下的那就不论话男的女的 还是老年的还是青年的 他去相对来说呢 就会简单很多啊 这种秩序是绝对不能反过来的 如果说你上来之后就啊 先练正面 然后画画画画了一个月正面 然后再画一个月侧面 再画一个月这个这个男的 再画一个月女的 其实这种方法呢 我们不建议啊 因为他只是一个从表面去去往往进钻的话 他其实到了一定程度是钻不进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很疲很疲了 就是说你不理解的时候 他是钻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正好是反过来 就从内部的往外部走 所以说如果说从时间上安排 比如说我们从暑假开始的话 可能对这个前面的形体结构啊 这些训练头骨肌肉 这些训练呢 可能包括这种局部这些训练 可能会用到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 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剩下的时间呢 到后期才会中期 到了中期和后期呢 才会去针对这些考试的一些这种 应试的要求呢 然后针对去练习不同的模特 这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教学思路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注意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这个课堂里面的重点 然后后面呢 才是硬式的一些 硬式的技巧 一些部分 这个部分才是绘画的这个本质的东西 也是最重要的东西